正如秦臣所说,他们血兽一族要来成立联盟,那是他们这些统领随便伤了一下就可以的,若真是如此,血兽一族早就铁把一块了。 更何况,血兽一族要成立势力联盟,凭什么让你们仁族来主持啊?莫名其妙嘛。 势力联盟的事情,老夫也赞同这位血兽朋友的话,就算要成立,也得让丹阁和气垫加入,否则光是我们成立,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廷会长虽然说其中有原因,但再怎么说,丹阁和气垫也是我大陆最顶尖的势力,因此,我古梦斋,暂时不加入。 一名女道长一般的巅峰五帝站了起来说。 其实啊,她一直在犹豫,秦晨的话也让她有了拒绝的理由。 众人纷纷吃惊地看向古梦斋的斋主,第一个站出来拒绝加入的,这可是需要不少的胆子。 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同,五万保楼暂时也在看看,等和丹阁还有气垫联系上了之后,后期再进行定夺吧。 就在众人震惊之时,万保楼的领队强者,这时也淡淡地说道。 我清风国也觉得不妥,暂时就不加入了啊。 又一个大势力站了起来。 不论心门,暂时也还想再等等。 诸多势力看到了连万保楼也站了出来,一颗心瞬间放下来了,纷纷拒绝了。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暂时不准备加入,严官和无伤五弟两大势力的脸色顿时愈发的难看起来。 哈哈哈哈,好好好,是严某鲁莽了。 突然之间,严官大笑了一声,脸上的阴沉散去,再一次变得爽朗起来。 哎呀,哈哈哈哈,这位血手朋友说得对啊,之前是严某着急了。 想着啊,加紧建立起势力联盟,好对抗啊,大陆的危机,没有和大家解释明白。 既然如此呢,这件事情咱就稍后在意,在意在意,啊。 今天来的宾客呀,都是因为征讨大会而来的。 既然如此呢,老夫就先举行征讨大会,再和大家解释一下事情的缘由。 最后呢,再由诸位决定,是否愿意组成势力联盟,大家看如何呀。 这严官也算是一个能人啊,看到场面变换,短短的片刻间就转化了心情,哈哈一笑将之前的话题轻轻放下。 众人呢,也都是纷纷松了一口气,只要是严官不再提什么势力联盟,他们都能接受。 哈哈哈哈,哎呀,这一次老夫着急众人啊,其实主要是为了向诸位说明一下如今大陆上的局势。 大家啊,应该都听说过,啊,在不久前的雷霆之海呢,发生的事情,一个叫做黑修会的势力,占据了天雷城,并且建立了一个顶级的势力啊。 而我血脉胜地在这一次组建的征讨大会呢,也是准备征讨这天雷城的。 严官,置地有声道,什么?此言已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是彼此的议论,一脸的惊恶。 这征讨大会,难道不是征讨飘渺宫吗?怎么变成了征讨天雷城了呀? 如今大陆上流传最多的,便是飘渺宫勾结异族人的消息。 在所有人看来,血脉胜地,不论是举办征讨大会,还是建立势力联盟,都应该是针对飘渺宫的才对。 怎么,这一下子变成征讨天雷城了呢? 啊,哈哈哈哈,没错没错,诸位或许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征讨天雷城,啊,那是因为啊,这天雷城实际上是飘渺宫的前哨, 是飘渺宫统一大陆的一个重要棋子。 严棍严肃道,这个消息再度引来了所有人的华人,众人全都惊骇地看过来, 天雷城是飘渺宫的前哨,是飘渺宫大陆的一枚棋子,这怎么可能呢? 须知,之前飘渺宫勾结异族,在雷霆之海布下陷阱的消息,据是天雷城散播出来的, 并且,当格和气垫也都认同,在结合之前古玉界的事情, 众人早就看穿了飘渺宫的真面目,现在血脉圣地又说天雷城竟然和飘渺宫一伙, 这也太夸张了吧,诸位诸位诸位,或许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啊, 实际上呢,严某一开始得知的时候,比诸位更加的不可思议, 这也是老夫此次没有邀请丹格和气垫的原因所在, 在天雷城的事上啊,丹格和气垫暂时都站在了天雷城一方, 老夫不知道是丹格和气垫不清楚状况呢,还是有意而为之, 如果只是被天雷城蒙骗了那还好啊, 可若是故意和天雷城站在一起,那…… 严官的脸上一脸沉重,哗的一下, 全场沸腾了,严官报出来的消息可太紧张了, 他虽然没明说,但是众人都听出来了, 严官会长显然是怀疑丹格和气垫有可能已经和飘渺宫勾结在了一起, 这样的事谁能信,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哪有实力无辜啊, 一时间,所有人都震动,难以置尽,心中感慨万千。 秦晨和傅乾坤冷笑地听着这一切, 这就是血脉圣地的手段? 让大陆各大势力将火力集中对付天雷城吗? 两个人对视野,心底都是冷笑不易, 想栽赃他天雷城很简单, 想要让所有人信服,那却很难。 两个人都想知道,严官他如何能圆坏了这一切。 各大势力都不是白痴,不会轻易地相信这些的, 一切都要讲求证据。 果然,有人已经红声地喊了出来, 不知道严会长这么说有没有证据? 没错,可有证据啊。 不少人纷纷喊出了声, 这样的大事,空口无凭, 必须要证据才能让人信服。 自然有证据,事实上啊, 此事还关系到了我们血脉圣地的一个内幕呢,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是我们血脉圣地的一个秘密啊, 甚至是一个丑闻。 但是为了证明老夫所说的是真的, 老夫也只能把他抱出来了。 哎,严官叹了一口气道, 诸位或许都知道, 我血脉圣地的会长傅乾坤 两百多年前失踪的事吧。 众人一漏,傅乾坤失踪的事, 大家自然知晓,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血脉圣地便陷入了内乱之中, 慢慢地没落地。 而飘渺宫呢, 也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迅速地崛起, 一路上成为了天舞大陆最顶级的势力。 传闻,傅乾坤还是这严官的师尊呢? 而且听说呀, 不久前出现在了雷霆之海, 加入了那天雷城的黑修会。 而飘渺宫勾结一族的消息, 正是从傅乾坤和黑修会的口中爆出来了。 只是, 这件事和傅乾坤又有什么关系呢? 众人只觉得, 一个惊天的秘密要被打开了。 唉, 家丑啊, 家丑啊, 傅乾坤哪, 乃是严某的师尊, 备受严某爱他呀。 世人都流传, 傅乾坤是血脉圣地, 神秘失踪的, 但实际上, 在我血脉圣地, 怎么可能会有失踪事件呢? 傅乾坤之所以失踪, 其实那就是因为修炼异族功法, 结果被我血脉圣地的秋铜光太上长老给发现了。 当时我血脉圣地的诸多前辈出手阻拦, 结果被他强行地突围, 然后消失在了大路上啊。 这件事情啊, 我血脉圣地, 视之为一件丑闻啊。 为了我血脉圣地的脸面啊, 我等只能是对外宣称傅会长是圣地中神秘失踪了, 实际上呢, 却是因为傅会长修炼了一魔族功法, 逃出圣都的呀, 轰隆地一下, 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场上瞬间响起了无尽的哗人, 血脉圣地会长傅乾坤曾经大路第一人, 竟然是修炼一魔族功法, 天哪, 这, 这真的吗这是? 这个大料一报, 全城沸腾, 所有人都哗然了, 这可是个天大的消息, 足以颠覆所有人的理念。 老夫, 你这徒弟对你挺好啊。 秦臣笑眯眯地对着傅乾坤说道, 傅乾坤此时脸色都铁青了, 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你徒夫, 你处啊! 他目光森寒, 阎官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出离的愤怒, 此死狼心狗肺, 根本不配做他的徒弟。 许久, 严冠双手为压, 场上的议论这才慢慢地减弱了下来, 那种震撼依旧是无法抹平的。 唉, 嘿嘿, 其实啊, 一开始我得知的时候呢, 也感到无比的痛心, 傅乾坤, 他毕竟是我师尊, 甚至对我极其的厚爱, 不但将一身的绝学传授于老夫, 更是将老夫当成儿子一样地看待。 而且, 扶持老夫继承他的衣钵, 在老夫的眼中都不仅是个和蔼的师尊呢, 更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呢,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 他不该勾结一模族人呢。 阎官浑身绽放着寒意, 身躯颤抖, 仿佛愤怒无比。 当然啊, 我还是不相信邱通光太上长老所说的一切的, 刚开始我还奸细师尊是无辜的, 并且呢, 这些年来啊, 老夫也一直在寻找师尊的踪迹, 可知道不久前, 老夫听到师尊的消息, 竟然和天雷城黑修会勾结在了一起, 而且还牵扯出了一模族。 一开始老夫啊, 依旧相谢师尊没有和一模族勾结, 他之所以加入那个什么黑修会, 其实是为了对付飘渺宫的, 那什么黑修会也是正义的, 可是直到我师弟邱普纯从天雷城回来啊, 我才知道我做了呀。 来人, 把人带上来。 阎官一声怒吓, 顿时有人压解这几个人过来了, 这几个人无比狼狈, 浑身心血淋漓, 双肩皮泡骨被穿透, 身上被一根根的锁针铁链给捆着, 修为尽费, 狠狠地摔在了广场中央的高台上。 邱普纯? 秦晨和傅乾坤看到领头之人目光一宁, 这最当先的一人正是邱普纯。 但此刻的邱普纯无比的狼狈, 早已经没有了巅峰强者的气势, 浑身伤可见骨, 鲜血横流。 而他身边的几个人, 秦晨和傅乾坤确实并不认识。 这几个人有古怪, 秦晨一眼看出了这几个人十分古怪, 身体中隐隐有魔气绽放, 诸位, 这就是我的师弟, 邱普纯, 也是之前在雷霆之海带回十遂消息的隐事长了。 阎官冷冷地看着邱普纯, 喊声道, 师弟, 我们又见面了, 我屁, 阎官, 你背叛师尊, 勾结义族, 你不能好死, 师尊, 他不会放过你的。 邱普纯抬头, 愤怒说道, 激动地挣扎起来, 被阎官一脚狠狠地踹倒, 鲜血横流。 哈哈哈哈, 我勾结义族, 到了这个时候, 你居然还想栽赃你师兄啊你, 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你看看你身边这几个人, 都是你的心腹吧, 啊, 可就是这几个家伙, 竟然是暗中篡改我血脉圣地大阵, 如果不是邱同光太上长老及时查诀, 老夫恐怕要成为血脉圣地的罪人了, 现在呢, 诸位都看清楚啊, 这邱普纯便是师尊傅乾坤的心腹, 也是带回来飘渺宫勾结义魔族的消息之人, 可诸位仔细看看, 他身边的一个个心腹都是些什么人, 话音落下, 眼光五指张开, 猛地插入到身边一名血脉圣地弟子的头颅指, 砰的一下, 五指绽放出了红光, 硬生生地刺入了一名强者的脑海中, 那名被封禁了修为的强者顿时惨叫起来, 蹊跷流出了鲜血, 愤怒嘶吼着, 而一旁的秋童光几人同时出手, 五指插入到剩下的几名秋普纯心腹的头颅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而后众人的目光都骇然了, 只见几个人痛苦嘶吼着, 可渐渐地几个人的表情变得猙獰起来, 脑袋被冻穿, 这几个人竟然没有第一时间死去, 而身上涌现出来无尽的魔气, 一道道魔影从这些人的身体中生腾了起来。